我想想想今天兩位超熱情粉絲的那個聲音 你覺得還蠻很快的 你覺得他在什麼聲音 因為我真的很久沒有那麼近距離的跟那個粉絲見面 然後昨天發臉書的時候 今天就有點緊張 想說臉書都發了 萬一還沒人來的話不是很糗 結果還好還是有來了那個 一小眾啦 然後既然有人為了我 然後來台灣就是住了那個十年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就是每當聽到有民眾跟我說這些話 或是小孩子很愛你啊什麼的 你就會重新燃起很多那個力量 剛剛有提到擦這個媒體霜 會變成跟老公的情趣對不對 因為我非常注重擦乳液這件事 然後我會花很多時間在擦那個比基尼媒體霜 因為一方面要按摩 然後一方面我很怕皮膚乾裂 然後它的那個味道很香 所以我每次擦完 然後回去躺在床上 我老公就會說 什麼味道那麼香 我就會說還會有誰 就是這類的那種你知道 就是這類的對話 然後下一部你們就會 下一部就一起看DVD 然後我就會說你挑的片好爛喔 就這一類的 所以跟老公的情趣會培養在平常生活上 其實講真的我跟他已經結婚十一年了 你要說就是被老公碰到一下 然後還全身顫抖那種情況 實在是不太可能發生 所以我們就是能夠一起躺在那邊看個DVD 然後討論說今天是讓誰來選片 這已經是我覺得很大的樂趣 因為我老公永遠都是可以選到最爛的片子 然後我就會說你看吧你選的片子那麼爛 換我選就是這種無聊的生活小情緒 對我來說反而是比那種什麼激情來的更重要 其實也要聽到大家說這是家暴的船 你會覺得這件事情 對啊因為這件事情就那個好幾年前已經 好幾年前已經澄清過 然後當時那個媒體也有登報跟我們道歉 所以根本就沒有這件事情 然後我真的覺得我老公很可憐 我現在被蚊子叮 或是稍微那個撞到上五寸或下五寸 他都會想說會不會大家又誤會 我們倆感情非常的好 那個純粹是我自己跌倒撞到的 欸所以我們最近是因為那個 因為我半夜就是很容易起來 至少要尿尿兩次 然後因為我就不希望每一次起床 上廁所都把燈打開 因為我就不想要影響到我老公的睡眠 所以我常常就是會摸飛去上廁所 然後有一次就實在是 那個不小心拖鞋踩拖鞋 你知道就是 你知道拖鞋踩拖鞋 然後就真的就跌倒 然後就撞到那個桌邊 所以我後來真的奉勸大家 上廁所半夜的時候 還是要開個小台燈 或者是一定要裝夜燈 因為真的很危險 然後我老公現在就很貼心 他就幫我把那個窗簾 會開一個小供縫 就是有一些些月光那個撒進來